晚安 歡迎加入新聞業現場 我是王韻竹 晚安 今天的最新來關心疫情 終於又出現了一起讓父母都心碎的故事 這一位是基隆一名兩歲的男童 他確診了 在家照護時出現了抽搐 還有活動力不佳的狀況 那麼緊急來送往不利的基隆 醫院做搶救 不過這男童 他是持續高燒到42.4度 最終是決定轉院 那麼衛生局來協助轉院 但四間醫院不是沒有兒科 重症病房就是沒有空床 在兩個小時後 找到了台北榮總可以收治 但是男童送到北榮之故 最終仍然不幸病史 兒童病例持續增加 醫院的急診量能又超載 而兒科的急診 尤其是受到各界的關注 那麼還沒有得到疫苗保護力的幼童 如果感染了病毒 症狀的表現也很難預測 因此醫師建議家長 平時應該要留心觀察 如果這個發燒了症狀 不一定要急著送醫 指標的症狀要看 有沒有出現這個所謂的呼吸急促 或是來參照指揮中心公布的 重症急診六大指標 另外指揮中心先前也公布了 36家的醫院設置兒童就醫的綠色通道 優先提供6歲以下旋齡前兒童採檢診療的服務 PCR篩檢大塞車 經過了中央協調之後 現在緊急在北北基陶開設了九大的篩檢站 衛福部衣服會執行長王碧勝 接受媒體訪問時 他直指了這雙北的醫院明顯是否是叫不動 這大型醫院還有地區醫院 而且檢體篩檢都用聯醫的體系來苦撐 這些話讓兩位的雙北首長很生氣了 其中侯友宜他就回嗆了這種說法 傷害了第一線人員的心 柯文哲則說這開篩檢站不是問題 問題是檢體踩到之後由誰來做 在晚間王碧勝也在臉書發文澄清 他解釋地方政府平時應該要跟 轄區醫療運所來保持良好關係 需要時才能夠發揮良好效率 也強調從未特別點名哪一個現實 本土新增68732例逼近了7萬大關 這中重症個案合計125人 其中有19個人死亡 現在面對日漸增多的確診人數 診所也跳進來要做PCR之外呢 現在指揮中心放寬了兩歲以下 嬰幼兒確診的標準 也就是不用戳鼻子 透過唾液快篩也可以 另外經過醫師評估 確認並且跟家長達成共識之後 就視為確診不用PCR 本土疫情爆發 未來針對居家隔離可能再鬆綁 指揮中心上午跟各縣市開會 主要要針對3加4居隔的政策鬆綁 還有快篩陽性是不是要 視同確診陽性進行討論 不過對於中央規劃打滿3劑 快篩陰性免隔離 獲得了大部分的縣市認同 不過目前有一個縣市反對 因此細節還在延領 最後的上入時程 尚未最後排版 為了加速確診者取得新冠抗病毒口服藥 中央研擬藥來開設藥物的綠色通道 指揮中心最新公布的65歲以上 年長者只要快篩陽性 在經過醫師評估後就可以先領到口服藥 這個把握發病5天內黃金治療期 以降低重症和死亡率 確診之後想要治病 千萬不要隨便相信網路上的偏方 現在網路上出現了一帖 是椰子水加檸檬水跟鹽巴 說喝了對病情有幫助 台南市的環保局就有一個員工被檢舉了 說在個人臉書上寫說 確診後喝這個很快會好 網友認為是未經查證的不實謠言 向市府檢舉 而衛生局接貨之後 以假訊息來辦理 這名員工不排除會被罰款 不過醫師提醒了 椰子水 檸檬水 雖然都是天然的東西 不能喝的過多 確診之後最重要的還是 看醫生吃藥比較保險 好 最近還有民眾因為確診了 新冠病毒前往醫院排隊要領口服藥 但是過程中的這個婦人 她離開隊伍之後想要再排回去 跟後方排隊的民眾發生了爭執 爭吵姦婦人竟然脫下了口罩 朝對方咳嗽 讓這個當事人怒控說 婦人明知自己已經染疫 這樣的行為非常不應該 台中南屯移去社區的大樓 民眾一家三口在居家照護跟隔離 不過呢 住家的門口卻被貼上了半透明的塑膠布 住家大門前婉如就是被封住的狀態 而當事人現在透過住家對講機 接聽到了管理室的來電 由一名自稱是代表管委會的女子 向當事人致歉 並且送上了水果禮盒 不過一切當事人說 等出去了再說 疫情持續升溫 日前花蓮的某市場內有攤商確診 及格超過10天之後 她出來擺攤 為了要讓大家安心 還附上了快篩 陰性證明 不過呢 還是被附近的攤商跟民眾誤會 以為她沒有騎滿就跑出來 讓這名女攤商心情大受影響 而管理單位也證實 女攤商是一切符合規定 要大家不要獵物 完全最新來看 芬蘭加入北約 拍板定案 芬蘭總統跟總理 在15號召開了記者會 正式宣布將申請加入北約 而最快下週就會來 向北約提交申請書 俄國次入侵烏克蘭 讓芬蘭決定改變中立的立場 這奉行了75年的軍事不結盟政策 是180度大轉彎 不過呢 加入北約需要30個會員國同意 芬蘭總統也向土耳其喊話 希望土耳其給出明確答案 而芬蘭也已經準備好 要跟土耳其總統來做協商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將滿三個月 但戰況對俄軍越來越不利 原本已經被包圍到首都的烏克蘭軍隊 不但是把戰線推回到東部還有南部 國防部長還表示 烏克蘭將會動員百萬人 對俄羅斯的軍隊發起大規模的反攻 另外有情報顯示 普丁的身心狀況已經病入膏肓 戰爭可能在8月下旬出現轉捩點 甚至在今年年底前 戰爭就會劃下據點 嘉義消防局下午貨報有三個登山客 在棉越縣大崩壁 因為雨室出現瀑布而受困 緊急出動救援 幸好在傍晚雨室燒緩順利把人救出 這受困民眾身體也沒有大礙 不過受到封面的影響 民眾要登山前 最好再三確認氣候狀況 才不會讓自身陷入危機 也讓原警疲於本命 有男子在清晨時 騎機車經過了屏東縣內捕箱 一家養殖廠時附近發生了車禍 當時人車跌落到旁邊的排水溝渠內 被大水給沖走 再經過一個多小時的搜救 送往醫院最終搶救不止 殷疑